這是一種多機作業EFP的感覺 這次導播機SWITCH 選用SE650 HDMI SDI都可以進去 再加個階級卡 接電腦就可以 這是中心了 就可以直播了 那麼這是移動的部分 配合穩定器 搭配S1KIT 就可以進行所謂的行動直播了 這個是機頭麥克風LP1 LP1機頭麥克風 指向性非常的好 這是270當搖必用 這是給圖傳用的電池叫970 這是970的充電器 這個是給無線麥克風用的電池 無線麥克風用的電池 那圖傳呢 在這邊 需要用到970 這時候有去來了 隨著這個訊號源的一個變化呢 它的converter就有SDI to HDMI 就是HDMI的轉換器 將HDMI的訊號呢 轉成HDMI的訊號 大概就是 針對一些業務用的那個機器呢 所要配備的一個裝備 有效的轉換不同的訊號源到不同的裝置 有的是要轉到電視機上面 有的要轉到螢幕上面 有的要轉到EWP導播機上面 那這個是超軟的線 相機跟它配在一起呢 就是相機配這條線接螢幕的時候呢 非常的軟 很軟 軟的不要不要的 這是充電器 那當然啊 除了這個部分呢 空中的這個拍攝也非常的重要 Mavic Mini 這次的配備 那這個是 SALAMONICA的無線麥克風 作為這次的作業配備 那這個是一個轉接頭 讓你的這個頭的聲音呢 能夠從Stereo轉到手機上面去 那這個是那個麥克風 這是直接插在這個位置 插在這個位置 直接訪問就不用這個拉線了 就不用Lavaria了 那這個是VLOG VLOG S1KIT的VLOG 那S1KIT就是它的編號叫做S1M 大家比較不容易記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定名 大家通常所用的S1KIT組 好 那這是6G作業的SET 6G作業的SET 7 10 200F4 好感謝大家 這就是要6G作業 進行所謂的EFP 工作用的裝備 謝謝